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腐胖的人存在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好多朋友们收入了很高的高热量食物 这让平常的运动特别的少,代谢缓慢 导致了追肉在身体里面堆积 特别是腹部堆积了很多的肉肉 并且身体里面还会堆积成年的素变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容易推荐的一杯茶 早上喝一杯,通便效果立马提升了50倍 刚喝完就可以排出体内成年的素变 并且呢,腰也细了,腿也细了 身材越来越苗条越来越轻盈了 大度难度不见了 下面回到视频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少许的橙皮 最后我自己晾晒的 橙皮的作用很多的 先说到炖肉,炖一些鱼 我们可以放一些橙皮 却味增性的效果很好 比放其他的料酒要好用很多 并且做出来的食物呢,清香又清甜 特别的好吃 橙皮的一般选择 五年以上的橙皮 那样效果会更好的 但是呢,这个我自己晾晒的时间不够的 也是可以的 橙皮具有醋消化增加食欲的功效 橙皮含有类柠檬苦素 这种类柠檬苦素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 进而促进消化 橙皮中含有挥发油 橙皮肝 维生素B等营养成分 所含的挥发油对肠道有温和刺激的作用 可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排出机器增加食欲 而且橙皮具有去痰的功效 橙皮也是一味常用中药 胃辛苦,限温,具有通气健脾 造湿化痰,减逆流香 酱逆止咳的功效 适合胃部胀满,消化不良,食欲不振 可造多团等种状的人群使用 再准备一小把我自己晾晒的盒叶 这盒叶是我去年晾晒的 保存起来了 喝的时候时间取就可以了,很方便呢 再来一点绝冰籽 不要太多了,三四克左右就可以 经现在研究发现 荷叶具有降低血液的效果 荷叶,胃苦,性贫 服用之后对于肝脏 脾胃还有心脏都有着特别好的保健作用 中医方面认为具有凉血脂血等作用 特别的适合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的患者服用 玫瑰花一小把,90克左右就可以 玫瑰花茶能够降火气 调离血气,促进血液循环 美容养颜,消除疲劳,平复情绪 保护肝脏肠胃功能 长期饮用也有助于精神代谢 玫瑰花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A C,B,E,K 以及丹宁酸等 能改善内分泌失调 消除疲劳,舒缓情绪,调气血 促进血液循环,美容养颜,调精血,沥尿等等 再来一把山楂片 山楂片可以多来一点 如果朋友不能吃山楂可以少放一点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入就可以了 山楂我们用来泡水盒 能够很好的减肥瘦身 山楂本来就是一种低脂肿量量的食物 而且它含有的酸性成分 能加快人体脂肪还有胆固醇的分解 能让它们随身体代谢,尽快排出体外 经常使用它泡水盒 能够明显的发现体重慢慢的减轻 并且能够预防高血脂的发生 除了这些功效呢 山楂还能够延缓衰老,促进消化功能 准备好的食材倒入一个漂亮的碗中 倒入清水 我们用手搓捏搓捏 把所有的食材清洗干净 食材看似干净 但是呢,量材在过程中会有一些灰尘看到的 所以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淘洗淘洗 彻底的洗干净 想要清洗的更加干净 我们可以加入一勺食盐 那样清洗的很干净啦 像我这样来回的用手搓一搓 多搓一会儿 把里面的灰尘全部搓出来 加入清水 再用手搓洗搓洗,淘洗干净 把两面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这会儿已经洗得很干净啦 控水捞出来 下面把洗干净的食材放入养生壶中 加入清水 加入清水 我们直接选择花肠模式就可以了 再准备几颗枸材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用手抓捏抓捏,把枸材清洗干净 枸材沟后里面很多灰尘不好清洗 我们可以多用手搓一搓,洗一洗 或者加上面粉清洗也是可以的 把枸材清洗干净 枸材看似干净 但是有灰尘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洗一洗 枸材是非常好的滋补加品 平时无论是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枸材 洗好放入碗中备用 枸材可以减肥 因为枸材里面含有甜菜碱 亚油酸 蛋白质 维生素都可以起到减肥的作用 甜菜碱成分可以参与脂肪代谢 有效地抑制干细胞内脂肪的成绩 还有助于干细胞的新生 起到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 这会儿已经煮了好几分钟了 我们再把枸材倒入锅中 枸材一定不要提前加入 您煮过两分钟加入就可以了 如果提前加入的话 枸材的营养上就会流失 煮的时间太长了 口感也不是很好 再煮好两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关火了 煮好后直接倒入杯中就可以喝了 煮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经常的喝一喝 当然带茶饮来喝都是可以的 慢慢的天气比较热了 多喝一些茶水非常的滋补 很好的 这款茶水呢 我们要经常喝起来 喝上一段时间后特别的有惊喜的 特别是想要说声的朋友们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后 就会影响不到的惊喜还有收获 真的是值得你收藏 值得你拥有 做法简单 用到的食材也比较简单 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这道茶不光效果好 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酸酸的甜甜的 喝起来很好喝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